新聞出身 先來關心阿里山大會的消息 阿里山18號發生三年大會 燃燒五天才報告 包括空巾和直升機 和上臺面的蕭鳳 以及任務局加議任官處 總共黨員442人來救災 後悔大量的人力不力 農委會主委 但議長 今天特別的官長 翁仲良在北東之下 到加議任官處來為了救災人員的新樓 今後悠閉獎 中山千萬五天亂丹 粉絲仔和本手 共同來守三年安全 根據香港的地面打火和空中管救的總業 阿里山松南大會的灰燒 將以在二十二號的報三點選舉報告 任務局統計 這一次救災 總共的動員認了442人 在新機倒水35台 後悔大量的進力和勿力 回到民家達到1.6公斤 董議會主委檔決中在二十六號 特別在管救翁仲良在北東之下 來到加議任官處 除了了解到火災救救的過程 還要來慰問幸福的救災人員 如果可以迅速 而且立即的撲滅 我們動員了超過400多人次 那整個陸軍航空隊 大量的透過我們的空中來灑水 那包括我們路面上的 從我們的消防局 我們的領管處的同仁 我們的護管員 還有各地的公路局 臺電等跨單位 用最快的時間把它控制住 我們在這裡還是要呼籲 所有的全國的民眾 當你上山的時候 不要亂丟菸蒂 不要隨便的把寶特瓶 丟在我們的森林裡面 而且要主動的 如果有看到任何可能的 這樣的一個活源點 那第一時間讓林路局同仁知道 我們一起努力 要把這一塊山林守護住 為了維吾松南主委 自己的地檢室已經開始調查 這一次大會的機會的原因 如果是有人放會 最多的緊張 因為接下來就要進入 請民主聯想自己 請在民眾會到山頂來掃望 現在是到松南有六塊 來修復七頭 你不叫自己林管處 公共民眾 如果是到山頂千萬五千 黑白片分色和分色 分色雜草 如果發現醫師的灰明 那這是可能 到底灰災發生的金屬 也就要趕緊來通報任關注 大家的共同 在守護山頂的安全 星星新聞 中頂孫王修宣 講義氣 蔡文博德 提升 感谢观看